这几个月 受了乌冲突影响 国际天然气价格持续高起 让欧洲各国都苦不堪言 对此最开心的莫过于美国那些液研器开发商 这几个月他们借机不断加大对欧洲的天然气出口量 赚得盆满钵满 美国开发的天然气绝大部分是液研器 之前由于开采难度高等原因 成本也相应更高 而如今天然气价格高涨 它自然有了更大的利润空间 相比美国 中国的液研器开发我们却很少听说 似乎没什么存在感 但实际上 在短短的八年时间里 我们就经历了从无到有 如今年开采量已经成为世界第二 那么 中国液研器开采是如何高速发展起来的 未来前景有怎么样呢 天然气从开发角度讲 一般可分为常规天然气和非常规天然气 所谓常规天然气 是指可以用常规技术手段进行开采的 成本低 盈利性好的天然气 而非常规天然气则是指无法使用常规技术手段进行开采 因而开采难度大 成本也相对较高的天然气 在现阶段 非常规天然气 一般就是指以煤层气 液研器 水溶器 天然气化合物和致米杀研器等形式存在的液研器 虽然我国的天然气资源说起来还算比较丰富 总量约有330万亿立方米 不过其中非常规天然气却有约280万亿立方米 占到了总量的85%左右 也就是说 咱们的天然气资源 只有15%左右是比较容易开采的 但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 对天然气的需求越来越大 约有一半都需要依赖进口 所以如何低成本高效率开采非常规天然气 就变得迫在眉睫 而我国的液研器可开采储量达到了30万亿立方米以上 如果能有效开发 对于我国能源安全战略而言 是非常重要的 然而 液研器作为非常规天然气 开采难度是真的不小 在我国尤其如此 一是我国液研器埋藏深 大部分都处在深度超过3500米的岩层中 而这个深度的液研器 被定义为深层液研器 它由于穿过的地层多 加上液研埋深大 低应力也非常复杂 因此对开采技术要求很高 勘探开发难度很大 二 是我国液研器存在储存类型多样 构造作用强 储存横向斩步差异大等特点 比如我国液研器区大部分都处在地震带 其错综复杂的地质构造进一步增加了液研器开发的难度 三 是水器分布不一致 我国液研器有一半以上都分布在水资源相对匮乏的人口密集区域 而液研器的开采需要消耗大量水资源 所以会对当地用水带来更大的压力 因此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我国对于液研器开采都不是很重视 不过在进入21世纪后 美国的液研油气革命初见成效 随着它自采的液研油气量不断增加 油气进口需求不断减少 国家能源安全程度则大大提高 所以我国对液研器开发也间接提上日程 从2005年左右 就开始着手勘探开发液研器资源 在2007到2009年间 是我国液研器产业的启蒙阶段 在这个阶段 我国引入了美国液研器概念 通过地质评价 在四川盆地找到了多个研器有利区 并启动了产业化示范区建设 其中在2007年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还和美国新田石油公司联合开展了 微远地区液研器联合研究 到了2008年 我们在长宁构造北溢 钻探了我国第一口液研器地质资料井 长新一井 虽然这口井只有150米深 是一口浅层取新井 而且也没花多少钱 但意义却非常重大 因为正是这口井的区区150米井深 揭开了我们现在的川南武丰龙马西组液研器的真正面上 并确定了武丰龙马西组为我国液研器开发工作的初期重点 值得一提的是 之后我们还据此进一步推测 在武丰 龙马西组北面和东面有埋藏更深的液研器层 这才有了后来我们在该地区实现工业性的大规模的液研器开发 2009年12月 我们正式确立了长宁 威远和昭通三个液研器有力区 启动了产业化示范区建设 之后的2010到2013年间 我们通过自主摸索 努力进行公关与实践 系统性地发展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液研器地质理论和开发认识 在2010年 我们又发现了蜀南和福林两大液研器区 使得中国液研器产业有了突破性发展 同一年 我们在龙马西组液研段钻探出了中国第一口液研器井 V200一只井 并且初次获得液研器测试产量 从而确证了该段存在液研器的推测 而到了2011年 我们又在长宁地区钻探出了第一口具有商业开发价值的液研器井 在这个阶段 国家从政策 技术和资金等方面对液研器开发提供支持 包括成立国家能源液研器研发中心 在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中设立液研器项目 确定液研器为独立矿种 以及通过轮招标出让多个液研器区块等等 2012年 财政部和国家能源局还发布了相关补贴政策通知 对2012到2015年开发利用的液研器补贴0.4元立方米 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 2013年我们以四川盆地为重点 开采了约2亿立方米的液研器 正式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 进入2014年以后 随着我国液研器勘探开采技术不断成熟和完善 不但实现了对埋深3500米以下液研器的有效开发 对埋深3500米以上的液研器开发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与此同时 我国累计探明的液研器储量 该由每年液研器开采量也在快速增长 2015年 我国开采了46亿立方米的液研器 16年是79亿立方米 17年为92亿立方米 到2018年 正式突破百亿大关 达到了109亿立方米 之后2019和2020年 液研器开采量又是一年一个大台阶 分别达到了154亿立方米和200亿立方米 2021年 开采量达到了230亿立方米 虽然不如预期 但增长速度依旧很快 产量也稳居世界第二 只排在美国之后 那么中国的液研器产业 为什么会发展这么快呢 简单来说 这就是源自于我们相关理论和开发技术的快速进步 从2005年开始 我们经过十多年的勘探开发 对四川盆地液研器区的基础地质理论不断发展和完善 相关开发技术也不断改进和发展 为后面几年的爆发打下了坚实基础 而我国以理论为依托 通过多年实践 逐步建立了本土化的液研器有效开发技术体系 满身3500米以内 研器区开发关键技术指标大幅度提升 实现了第一代向第二代的技术发展跨越 并且我们针对深层液研器储存高温 高硬力的特点采用地表泥浆冷却和大功率压裂装备等技术 可以基本满足埋身介于3540米液研器资源的有效开发 到了2014年以后 我们继续创新液研器勘探开发的适用性模式 不断提升液研器产量和采收率 并且还与时俱进 借助于地下光线监测 人工智能大数据和数字化警场等新技术 使得开发效率不断提高的同时 进一步降低了液研器开发成本 那么我国液研器开发前景又是怎样 未来潜力如何呢 从大的方面讲 我国液研器可采储量跟美国差不多 甚至还要更多一些 虽然开采难度也比美国要更大一些 但终究还有有量的 所以随着我们开采技术不断进步 未来开发前景还是非常大的 而中国未来液研器产量增长的主要领域 就是满身介于3500到4500米的深层液研器区 根据初步估计 乌丰龙马习祖液研器区埋身介于3500到4500米的储量 达到了近10万亿立方米 其中满身介于3500到4000米的液研器储量 大约有3万亿立方米 我国对这个深度的液研器开采技术也已基本成熟 具备建成年产100亿立方米并稳产20年以上的开发潜力 另外满身介于4000到4500米的液研器储量 则大约有7万亿立方米 我国有望在未来几年内在该领域获得技术性突破 因此具备在建成年产200亿立方米的开发潜力 因此就现实条件而言 我国液研器年开采量 有望在不久的将来达到500亿立方米左右 就在前不久 据中国石化消息 其位于重庆其将的新叶仪景 测试获得日产液研器53万立方米 这标志着中国石化在川东南的新厂南东西丁山 林滩厂液研器区已经形成连片 整体资源量达到上万亿立方米 这是中国石化季福林液研器田后发现的 第二个万亿立方米的液研器资源阵地 值得一提的是 这片液研器区的平均深度大多超过3500米 其中最深满钻的丁也把景气层超过了4600米 这也侧面反映了我国现在的液研器 开发技术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程度 当然相比美国 中国的液研器产业还有着巨大的差距 现在美国每年液研器开采量达到了7000亿立方米以上 占世界总量超过90% 而中国与之相比 只不过是个零头而已 不过美国现在有这么庞大的液研器开采量 并不是短时间促成的 而是靠着几十年的技术积累和政策扶持 才有现在这种局面 美国过去也是每年都需要大量进口油气 并且为此花费巨量资金 为了改变这种情况 美国发起了液研油气革命 到如今它自己生产的油气 不但基本上可以满足自己需求 还可以出口到其他地方 所以我们也不必气馁 相信随着我们开发技术不断提升 液研器产量也会不断增加 而且正因为中美这个差距很大 反过来也说明中国液研器开发的潜力还很大 毕竟论液研器储量中美可是差不多的 等哪一天中国的液研器开发达到美国的水平 那我们的天然气或许也能够自给自足 再不用花费大量外汇储备去进口天然气了 如此能源安全也将得到更大保障 好了 本期的内容就到此结束了 感谢您的观看 更多详情资讯请关注晚些时候的中华魂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了 我们下期再见